欢迎光临沙宇 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世界上最贵的离婚协议不是利红的仁爱陆豪宅 而是最近在英国法院判决出炉的杜拜统治者的离婚案 他这个离婚付了他的前妻超过7亿的美金 创了离婚协议金额的历史新高 这个金额之所以如此高 是因为他涵盖了前妻和两个小孩一辈子的保安费用 还有两个小孩的养育费用等等 于是就变成了这么高额的赡养费 而且在前三个月就必须交投期款约3亿美金左右 目前整个协议的金额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因为他们这种保安的费用是会随着人事成本的浮动而改变 所以就是需要每年按照实价来付这个费用 根据杜拜皇室研究专家所说 这笔保安的费用一般人可能会以为是要用来抵御外面一些危险的人物 但其实根本是为了要保障前妻跟小孩免于前夫本人的迫害 所以他等于是要付钱保护自己的前妻跟小孩免于自己去骚扰 会有这样的判决当然就是因为这位先生 他之前就有做过一些威胁性的行为 像是动用国家机器害入前妻的手机装监控软体 这也是为什么审判是在英国进行的 不过前妻公主似乎也是有在她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做了些不该做的事 像是跟自己其中一个保镖发生关系 还付了四个保镖连同发生关系的那一位 共八百多万美金的封口费 但王公贵族的婚姻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也许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苦衷也说不定 英国最高法院最后判定 这位杜拜的执政者常年使用一国的财产 还有动用政治权利在婚姻中霸凌公主 离婚后公主和孩子们将会留在英国生活 希望再也不会受到干扰 一个马达加斯加的部长 是惊悚事件为二的生还者之一 这位部长非常不简单 他在直升机坠机以后 游泳游了12个小时最后获救 目前坠机事件的另外两个受害者 还在持续的搜索当中 坠机的原因也还没有查明 不过这位警察署的大官还有另外一位警察 从直升机坦射出去以后 就活生生的从海里面游泳 游了12个小时到岸边 重点是这个部长他今年已经57岁了 还能游泳游12个小时都不停 上岸的时候泪摊在路人提供的海滩椅上面休息 他表示他觉得他的骑还没到 所以就拼了命的游泳 结果他过程中完全没有受伤 只是很冷而已 其实他们会出勤是为了去调查一艘船的残骸 刚好位在小岛的东北边 结果为了视察竟然造成了39人死于那场灾难 其他同事得知此事以后 表示这位部长本来就很擅长运动 虽然已经快60岁 身体却像30岁一样好 鸟类曾经快乐地主导着天空 直到人类发明了飞行器 从此以后鸟类不只活动空间被侵犯 还常常发生撞击事故而死亡 单看2019年的美国 就发生了17000多起鸟类撞击事故 大部分的车祸发生在离地面3000英尺的地方 大多是在飞机起飞或是下降的过程中发生意外 在飞行的中途撞击的事故只有3% 虽然造成鸟死掉是很难过 但有时候其实是两败俱伤 飞机被鸟撞到以后 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故障危险 有时候甚至非常严重到 像是2009年的时候 有一架飞机在美国穿越了一群 加拿大鹅的飞行证当中 结果因为这个体型蛮大的鸟 直接惨死堵塞在飞机里面 造成了两个引擎都坏掉 后来还好他们让飞机紧急降落在一条河里面 最后机上人员和乘客都安全脱臼了 不过在更早一点的一些事故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1960年有一架 在波士顿起飞的飞机也是穿越了鸟群 结果就失去了引擎动力 造成机上62个人死亡 后来就是1962年有两只鸟 撞到了飞机的尾翼 结果让飞机从6000英尺高的天上摔了下来 下降的冲击力大到飞机的水平稳定器直接坏掉 最后飞机坠机17个人死亡 于是后来大家就非常重视撞击事故的解决方案 其中加拿大的飞行研究机构的表现特别出色 他们最后发明出了用压缩空气提供动力的加农炮 主要针对两个方面做防范 其中一个就是防撞挡风玻璃侧翼尾翼的 另外一个则是针对鸟冲进去引擎的状况 不过这说起来其实有点可怕 就是他们要用枪去轰冲过来的鸟 或被动为主动 与其等鸟冲过来日食巨粉 不如就先发指人 实验的过程 他们会去超市买整只的鸡 或是用死掉的鸟 因为死掉的鸟羽毛还留着 把他们朝飞机的机体发射过去 看看他们做的加农炮能不能好好的命中 有羽毛的鸟尸体更能模拟实际发生意外时的状况 但这也让实验过程血肉模糊的场景 还有湿臭味 让一些研究人员崩溃 坦言说做完这实验以后 有八个月都不敢再吃鸡肉 科学家前所未有的发现了一颗完整保存的恐龙蛋 里面有一只卷须的身体 搜在蛋里面的小恐龙 看到这个画面似乎暗示着恐龙和鸟之间的关联性又更大了 这个来自七千万年前的恐龙蛋化石 可以看到胚胎时期的偷蛋农科的恐龙骷髅头 这个化石是中国博物馆所拥有的 取名叫做银梁 因为小恐龙的骨头通常很小又很脆弱 所以过去几乎找不到保存起来变成化石的小恐龙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小恐龙化石 这么令人兴奋的原因 连专门研究恐龙蛋的教授都感到又惊又喜 他研究恐龙蛋25年 从来没看过这么棒的一个标本 直到现在 人类其实都不太了解 恐龙在孵化之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胚胎时期的标本实在是太少了 这颗小恐龙化石 大概有17公分长 在里面的小恐龙如果把身体展开的话 从头到尾大概有27公分长 研究人员相信如果这只小恐龙当时有成功孵化 长大的话 长大后会有两公尺到三公尺那么长 来自中国英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 研究了这只小恐龙在蛋里的姿势 和其他之前找到过的偷蛋龙科的胚胎 他们最终认为恐龙跟鸟类一样 在孵化之前会在蛋里面不断的变换位置 原来不是只有飞行类恐龙胚胎骑士像鸟类一样 而是所有的鸟类都是从其中一种两只脚站立的恐龙演化而来的 像是大家熟知的暴龙T-Rex就是鸟类的祖先 这次的完美小恐龙标本是在中国江西省 在2000年的时候找到的 但是一直被堆在储藏室里面 从来没有被拿出来做研究 过了这么多年 当博物馆在整理箱子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怎么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 我的喜欢鲨鱼的朋友 记得帮鲨鱼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在Apple Podcast 帮我留心心写下一个评论 也非常欢迎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 留下你对鲨鱼新闻内容的想法 我都在回复哦 那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有主题性内容 时间比较长的女友的纯粹不语性批判 另外一个是我的新节目 听说动物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动物小知识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是追踪我的IG 然后鲨鱼的话就继续在每周26 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